第八章 动量跟冲量 动量叫做momentum 冲量叫做impulse 动量 动量我们上次介绍过 就是m乘上v 一个值点的质量 乘上它某一个时刻的 顺时速度 那就是它在那个时刻的 顺时的动量 如果一个物体的动量 会随时间改变的话 那么动量的时间变化率 牛顿发现 跟什么有关系啊 跟所有的外力的合力 有关 那这个我们可以写成net force 就是总力 牛顿第二地律是这个形态 它并不是ma ma呢 f的ma是这个形态的一个特力 特力 真正的牛顿地律是这个 好 现在我们看 看这个特力 如果 如果 我们现在看一个 牛顿第二地律我们都讲过了 这个特力是讲过 现在我们看 一种特别的状况 如果net force 它是时间的函数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是左边跟右边同时对踢做成一个低踢 然后再积分 再积分 好 那么左边呢你不见得可以积 因为你不晓得net force跟踢的关系 所以不见得能够积 但是右边呢 绝对可以积 它就是等于mv2 减掉mv1 这个就是等于两个位置的动量的改变 这个为什么不能积分呢 因为有时候这个力啊 你不晓得它是多少 比如说我们用在打棒球的时候 你挥棒击中球的那一刹那 它击中球的力量会不会一样大 会不会 不会啊 球接触到棒的时候 慢慢慢慢的被压扁了 然后再弹起来再飞出去 这个时候这个球所受的力啊 不见得是一样大 所以你这个时间又非常短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量是多少呢 这个量net force成低 我们积分 我们称它叫做冲量 叫做impulse 这冲量有时候我们不能够求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从它的动量的改变 如果你能够测出它起初的速度 跟末后的速度 我们就可以求出它的动量改变 就可以把这个冲量啊 求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令I等于F 等于net force DT 等于这个积分就叫冲量 冲量就等于 等于动量的改变 这个关系要记住 那么这个力呢 这个时候这个力啊 冲量里头这个力啊 我们就称它叫做冲力 impulsive force 叫做冲力 I成为冲量 那么这个力呢 我们称它叫做impulsive force 算是这个物理意义就是说 指点受冲量的作用 结果会怎么样 产生动量的改变 产生动量的改变 这一点你最好跟上一章啊 来做一个比较 一起记 上一章是说 如果你的力 是位置的函数 位置的函数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力跟DS 来积分 乘DS积分 那就变成功 如果net force 所做的功 net force跟时间有关 那net force所做的总功 就上一章讲等于什么东西啊 总功等于什么 等于动能的改变 对不对 总功等于动能的改变 好 这一章就是你的力 它是时间的函数 如果它成长时间积分 这个叫冲量 冲量等于什么呢 等于动量的改变 这两个一起记 你就能够记得 记得很久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式子 冲量等于动量的改变 由于冲力非常 它不是一个常数 作用的时间非常短 很难撤出来 所以I呢 不见得可以由积分计算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借助冲力 受冲力的物体 它动量的改变而算出来 这就是这个意思了 好 现在我们讨论两种状况 第一个就是冲力 为定值的时候 就是冲力啊 它不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么复杂 随时间在改变 它是等于定值 这个时候 这个式子我们可以做什么应用 第二个就是 冲力是随时间改变 但是它的动量的改变 是一个定值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式子 又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应用 首先我们看 冲力为定值的时候 就是如果net force 等于定值 那么这个积分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定值 提到积分号的前面来 变成这样子 那dt积分就变成delta t delta t就是t2-t1 好 这个 这个i要等于delta t 对不对 如果这个force是一个定值的话 你作用的时间又知道了 时间又知道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动量的改变 那如果这个f是定值 时间作用的越长 动量的改变就越大 对不对 有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用在什么地方呢 用在枪跟炮的原理 枪跟炮的原理 那用的地方很多了 我们举一个最显而易见的 就是枪炮的原理 我们看这个 这个枪呢 枪管很长 叫做来部枪 来部枪系 包括什么呢 我们的铺枪 自动铺枪 卡冰枪都属于这个 还有枪管很短的 叫做手枪 什么左轮啊 什么掌心雷啊 这个都属于手枪 那么各位知道 这个你在野外战争的 野外作战的时候啊 你拿要拿起长枪 部枪 因为敌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在一两百公尺的地方 你要把它消灭 这个时候你要拿场馆的 如果在巷战 或者在一个室内作战的时候 你拿的就是手枪 这个时候子弹不要射得太远 拿手 长枪的话呢 不灵活啊 手枪比较灵活 为什么 场馆的枪 它的射程就比较远呢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说 你子弹一旦上膛以后啊 吸发了 这个子弹里面的炸药就开始爆炸 一爆炸以后 因为子弹是封在这个枪膛里面啊 它只能往前推这个子弹 一爆炸这个力量啊 推推推推推 你看子弹它推这么远 就推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出去的这个速度就很大 你枪管越长 它推出去的速度就越大 那么像这个呢 你只能一爆炸 炸药一爆炸 推一下下就出去了 所以这个速度就很慢 和速度就 出口的速度就比较慢 那么因此呢 在清兵器 来服枪系跟手枪系 都是用这个原理啊 炮也是一样啊 你尝试它的炮 要像这种炮 这个叫什么炮呢 加农炮 像我们高射炮也属于加农炮 就是炮管很长的 像要塞炮也是 也是枪管 炮管很长的炮 弹药一旦爆炸 把这个炮弹推出去的时候 时间比较长 所以它推出出口的速度很大 它就可以跑得很远 那像这个破极炮 或者是这个三炮 那破极炮可以扛在肩膀上就跑的 三炮就是拖在驴子上就可以跑的 它枪管很短 它打得不远 不过它呢 它不是说像这个要塞炮 它在要塞上面 正手的时候啊 几十公里的地方 这个船都不能过去 它的船如果是海峡的话 船都不能过 因为它的炮都可以设计到 这个不是长射程 它是用来专门打冷枪的 冷不防从你后面打一枪 它打一把 就是 它一炮 海峡那它扛了就跑 因为你不跑的话 机关枪就射过来了 像这个就是 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原理 运动上也是一样 这个图各位都看过啊 支标枪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支标枪 大家排排站 一起投出去 有没有这样的 立定在那里 没有 它都是要跑 要速跑 跑的时候 就让这个力量作用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它到最后的 一边跑一边还走 往前面推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这个力量作用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这个标枪才射得远 那这个在运动上 在枪头上都用的很多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如果一个质量是一公斤的物体 出速度是每秒十公尺 它受十牛顿的定力作用 五秒钟 在下列情况之下 它的末速度是多少 出速是这么大 然后呢 实际上是这么大 它受定力是十牛顿 作用的时间是五秒 好 第一个要问 力与速度的方向相同的时候 相同的时候 好 那么我们假设 物体是源正X的正方向移动 好 那我们就说 它VY是十公尺每秒 然后向量是正X方向 好 那我们就说 那么力呢 跟速度方向一样 因此力也是十牛顿 然后方向正方向 那么我们就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F 成像ΔT MV2-MV1 这个用10的I 用这个 DVT是五秒 然后这个带进去 这0.1公斤 V2不知道要求的 V1是10公尺I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式子都乘出来以后 你可以求出来 V2是等于这个 所以这个V2是在正X的方向 每秒 每秒变成 就变成每秒60公尺 它本来是每秒10公尺了 受这么大力 五秒钟以后变成这个 第二个 如果力跟速度相反的时候 它就是负10I 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你会得到这个东西 那就表示这个物体的速度呢 结果是反过来 它本来朝X方向正方向运动的 现在朝X的负方向 变成每秒40公尺 所以这个式子很简单 我们再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刚刚那个都显而易见 动量的改变是定值的时候 如果这一边是定值 那么这个积分就是定值 对不对 这冲量是定值 那么我们把这个F 跟时间的关系曲线 F跟时间的关系曲线 把它画出来 那么这个积分就是代表什么 这个曲线下方的这个面积 就是这个面积 记得这个就是 F Net Force 就是我们说是Impulsive Force 冲力 跟时间轴当中的这个面积 就是代表它的冲量 冲量等于什么 动量的改变 这是个定值 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 这个有什么重要的 我们比如说看一个物体 同样一个物体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我拿了一个玻璃杯 举得这么高 突然一松手 玻璃杯就掉到地面上 掉到我们这个水泥地上 它的结果是什么 粉身碎骨 对不对 粉碎了 破掉了 如果我这个地面不是水泥地 是一个厚厚的棉被 很软的棉被 我这个杯子掉下来呢 没有破 没有破 那为什么 我们同一个高处掉下来的物体 到达地面的时候 速度都一样 速度一样就表示 它的动量是一样 最后比如说我们都是零 都变成零了 动量的改变都一样 为什么一个会破 一个不会破呢 这个原因就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杯子 是掉在水泥地上面 它作用时间很短 水泥地很硬 对不对 跟玻璃作用的时间很短 它动量改变是一样的 就是动量改变 假如是某一个定值 那就表示 这个时候 它的impulsive force 跟T的曲线是这个 这个面积呢 就是它的动量的改变 如果你把它 这样的 丢下来丢到棉被上面 棉被因为它会凹下去 所以它作用的时间就比较长 长得很多很多 那么长得很多的时候 它的曲线变成这样子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两个动量要一样的话 那就是这个曲线的面积 要等于这个曲线的面积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力 最大的力 要比这个要来的大 对不对 一定比这个大了 那也比如说我杯子 只要送这么大的力 它就破了 那我丢到水泥地上 这个力量超过它 所能忍受的 一定 一定是破掉 那棉被呢 还没有到达它这个力 所以它就不会破 如果接触的时间 越长的话 那impulsive force 如果要做同样的 产生同样的动量改变 作用的时间越长 impulsive force可以越小 作用的时间越短 impulsive force就要越大 所以这个图很重要 那各位可能刚看这个图 看不出什么来 现在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各位都打过篮球 对不对 篮球啊 人家传球给你 你不用手去接吗 普通我们人 我们用手来接 接来接去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一个国手 从十公尺以外 传一个球给你啊 我看你可能不敢接啊 因为它这个球很快 很凶啊 你一接会怎么样 你会听到手指都咔嚓一声 我们叫做吃萝卜干 那以后这个关节 就开始肿起来了 因为你这个接触时间很短 它那个冲力很大 但是国手呢 它传来传球这个速度比那个还快 那他们怎么接得那么好啊 他们的手是什么手啊 是钢铁人的手吗 不是 它有一个技巧 当球 它要接到的时候 它不是 它一下就把它接到 它是往后稍微退一下 球快接触到这个手的时候 它往后退一下 这退一下是什么意思啊 增加这个接触时间 对不对 增加接触时间 那这个接触力就开始 就会变小 所以他手的力很小 打棒球也是一样哦 你要接棒球啊 我有一次啊 我有一次啊 在中学的时候 平常跟同学 丢过来丢过去都接得很好 有一次球滚得好远 一个校队 从那里过 队员 他捡起球来就往我这里丢啊 我伸手也跟平常一样一接 整个手麻掉 整个手麻掉 他那个球好凶啊 但是你在看那个职业棒球队啊 他球从外野 散到一垒的时候 他也好用力啊 那个一垒手就伸手就把它接到 他也不会说麻掉 麻掉的话 他一举下来 他不要住院了嘛 他为什么不为麻掉 就是球 害到手套的时候 他不是砰就把它接着 退一下 稍微退一下 退一下也就是啊 你这个接触力啊 接触的时间变长 因此把这个力量就变少 那我们一般的避 避震器也是这个样子啊 你如果从墙上掉下来 一两只脚不能奔得很紧哦 奔得很紧 那五脏就碎掉了 我们脚都是这样 弯曲的 对不对 你可以弯曲的 然后蹲下来 有一个缓冲的一个时间 就让这个力量化解了 运动上用的很多 我们中国人用的最好 我们中国不是 会功夫吗 对不对 功夫啊 那个少林派 师父教他的徒弟 一生到晚就讲 你要有阳变阴 阴变阳 阳变阴 阴变阳是什么意思啊 叫他男变女 女变男嘛 不是 他就是说你如果面对敌人 你现在跟他打架 你是阳 这个姿势叫阳 他一拳打过来啊 你赶快变成阴 就是你侧过来以后啊 这叫做 本来这是阳 你侧过来就是变成阴 如果他一拳打过来的时候 你如果还是阳的话 动一下 这个力量好大 因为接触力很短 如果你能够侧过来的话呢 他这个拳就从这里划掉了 这个力量可以啊 可以把时间变成无限大 力量就化成成为零了 那么少林派是外加功夫 是用这一套 那么武当派呢 他在教太极拳的时候 教你你要向车轮啊 记得你要向车轮 向车轮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车轮会滚 对不对 他打你这边你就往这边滚 打你这边就往这边滚 意思也是一样 你的时间呢 把时间变成无限长 那么 他拳头的力量就完全没有了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图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各位回去可以在这个图上面 去回味一下 那你多想一想 我们有什么样的现象 是可以用这个图的这个 来说明的 OK 动量改变 如果是一个定值的时候 那我们 我们看这个 看 动量守恒 假设现在有一个系统 这个环状的这个线 就是代表一个 一个空间 立体空间 这个是一个 呃 里头有N个值点 每一个值点的质量呢 M1 M2 M3等等 很多 我只画三个 每一个值点呢 它都有它的动量 P1 P2 P3等等 那是因为动量啊 这些动量都随时间在改变 改变 那么它的 这个是总质量 这个是总动量 总动量就是每一个动量之 向量核 好 那么 因为每一个动量都是时间的函数啊 那我们就对时间来做维分 好 这个是Total Momentum 对时间的维分 然后这边就是每一个值点 对时间的维分 好 根据我们 前面讲的牛顿 第二定律 比如说这个值点1 的动量对时间的维分 就是动量的时间 变化率 是等于第一个 值点所受的外力 Net Force 它的外力呢 是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个值点 以外 这个系统以内 所有其他的值点 给它的力 以及 这个系统以外的物体 给它的力 这都是它的内力 那么第二个值点的 The Total Force 也是这样子 值点 这个系统以外的物体 给它的力 以及除了第二个 值点以外 这个系统里头 所有其他值点 给它的力 通通的力的总和 就是F2Net 等等 好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把 物体1所受的总力 它的净力 分成External 跟Internal 两个 External就是说 系统以外的物体 给它的总力 The Net Force 第二个就是 系统以内的 这个值点 系统以内的 其他 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的值点 给它的力 所以第二个力呢 它也分做 值点2 The Net Force 就是系统以外的物体 给它 给值点2的力 以及系统以内的 值点 除了M2以外 其他值点 给它的力 这么分开 那么我们再把 External Force 把它括弧在一起 Internal Force 也括弧在一起 那这个括弧 就是所有所有 所有所有 这个值点 所受的外力 的合力 第一个值点 受的外力 加第二个值点 所受的外力 的合力 再加上 N个值点 所受的外力 的合力 加起来 就是这一下 然后后面 这个呢 就是所有 值点的内力 的总和 这个内力的 总和 等于0 等于0 因为啊 我们拿两个 值点来看 只看两个 值点 假如这个系统 只有两个 值点 你看 第一个 物体的内力 就是它给 它的力啊 那第二个 值点的力呢 就是 M1 给它的力 这两个力啊 是互为 作用力 反作用力 因此它是 合就等于0 所以这个 总和 是0 那么这个 就是 最后呢 这个结果 就变成 F External 就是外力 这个系统 以外的 这个 系统以外 给这个 系统里头的 值点的 合力 那么 这个式子 非常重要 就是一个 系统来说 那么 这个系统 以外的物体 给这个系统 的合力 要等于 这个系统 总动量的 时间变化率 这个 放的比较大 刚刚没有放大 好 现在我们再看 这个就是 我们对于 以上的结果 所下的一个 结论 就是 系统内 N个值点 受到来自 系统以外的 外力时 这个外力的 合力 等于 系统 总动量的 时间变化率 就是这个 这个事情 要记得清清楚楚 那现在我们再看 从这个 衍生下来 如果 系统的 外力的 合力 等于 零的话 这个等 是 左边是零 那么 右边 也是零 右边 也是零 当 总动量的 时间变化率 等于零 的时候 就表示说 这个 总动量 要等于 一个定值 等于定值 那么 这个 这整个式子 我们称它叫做 动量 守恒 动量守恒 也叫做 动量 守恒定律 它的 意思就是 如果 系统所受到 外力的 合力 为零 的时候 系统内 所有 值点的 总动量 维持定值 这个 现象 称为 动量 守恒 请问 要注意 动量 守恒 是有 条件的 这个 等于定值 有条件 条件 是什么呢 就是 它的 外力 的 合力 要等于零 你记得 一个定律 的时候 一定要 记得 它的 条件 我们前面 一章 讲到 一个 系统的 基建能 如果 守恒 的话 它的 条件 是什么 条件 是什么 就是 非保守力 做的 功要 等于零 对不对 非保守力 做的 功 等于零 所以 以后 你要用 动量 守恒 用这个 式子 一定要先 确定 它的外力 是不是零 你要用 基建能 守恒 来解 问题 你一定要 确定 它 非保守力 所做的 功 是不是 等于零 好 现在我们把 这个式子 左边 的力 把它分成 三个分力 右边 这个 total momentum 也分成 三个分量 那么把这个 带进来的时候 就变成 这个式子 于是呢 两个向量 相等 那么它的 分量 特别 都要相等 那么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一项 要等于 这一项 就是 这一项 要等于 这一项 如果 这个相等 的话 如果 sigma fx 等于零 就是 这个 等于零 的话呢 那么 sigma px 就等于 定值 那么 第二个 这一项 等于 这一项 你也可以 写成 也有 这个条件 就是 如果 sigma fy 等于零 那么 它sigma py 就是定值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 z 分量 相等 好 那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 向量式子 但是我们在 解问题 的时候啊 我们把这个式子 分成三个分量式 三个分量式 那么 只要两个 比如说 sigma fx 等于零 这个就是定值 尽管这两个 这两个不是零 这个不是定值 但是这个是定值 那也就是说 这个式子 整个向量式 可能 不存在 就是说 p total 不是定值 但是它有可能 px sigma px 是定值 但是 只要你确定 它的sigma fx 等于零 所以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它 这个式子 如果它有一个 方向的合力 外力的合力 等于零的话 那么这个方向的 总动量 就等于定值 这个 在应用的时候 非常方便 解释 我们看